我覺得買包包好像也不用擔心老氣 因為包包不會變年輕 可是你會變老啊 那個人就突然從樓下端了兩個橘盒子上來 那打開給我看我整個傻眼 我想說這個竟然是可以就這樣問就買到的嗎 大家好我是蜜蜜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是我們名人跟異序的單元 我們現在眼前有超級多厲害的包包 然後呢我要邀請到我們今天的來賓 就是藝人Lidia 我要去賭假了 你要去賭假嗎 好想喔 妳不是最近才去馬爾地夫嗎 對但是我覺得 妳不出國都沒事 一出國以後更癢 更癢 更想要去 更想要出國 就會很煩喔 妳有什麼體諒像我們兩年沒出國的人 妳還沒有嗎 還沒有 可以了可以了 沒有因為我們家最近在搬家 喔因為妳把新郎做得好 對對 太煩了 不然我也蠻想要出去廢一下 可以可以 可以計畫一下了啦 現在機票超難搶的啊 真的喔 而且馬爾地夫 這時候看妳照片真的超美的耶 有修圖啊 修圖是職業道德好不好 也是也是 對啊我們先為妳的女藝人 沒有我不是女藝人 喔妳更紅好不好 好 今天影片可以先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每週三每週日都有新影片啦 訂閱下去 然後Lydia的IG也會留在底下 大陸一堆動作 她的育兒生活是非常有趣之外 她常常也會分享一些 我覺得蠻漂亮的名牌 喔最近比較少 因為兩個小孩都念書了 而且妳的文字 妳的文字也很有趣 喔對啦就是搞笑 對會說一些無會沒的 喔對 對不對 好囉那我們今天影片開始吧 好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妳人生啊 第一個精品包是什麼情況之下買的 應該是我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學校附近有一個outlet 然後那個outlet有bubberi 然後我就很常會翹課去那邊逛 這可以講嗎 可以 沒翹過過嗎 喔對大學大家都會 對啊 然後我就去看到一個包包 圓筒包包 我還記得大概500美金 這樣想起來其實蠻便宜的 所以妳最近在國安夜是不是 對對對 500就大概台幣1萬5 但是那時候對學生來講 就是超貴 因為我的房都在美國也就是500 所以那是我一個月的房子 所以就覺得好可愛 然後我都沒有名牌包 所以我就買了那個包包 所以那時候妳買完之後 妳後來有常常背它嗎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聽說的地方 又還蠻鄉下的 尤其是有自己的農場啊 什麼什麼 背我也不知道 而且背著那個追逐牛啊 對啊 就真的是對牛彈精 就也沒地方背 所以就很少背 然後對在國外反而不會有什麼名牌的欲望 因為妳的同學 就是都沒有人在背 都很free就好 也沒有場合費 就好像比較不會 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的欸 剩錢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一款包包 天童 我們先講這一顆好了 好不然先講這個 所以它帶它進場 這個是我有一次跟女生朋友們出去玩 然後其實我一直很想要一個草鞭包 就覺得好像夏天背這個 就是看起來很渡假很輕鬆 對很渡假感 在櫃上看到了嗎 對其實我應該是先刷那個Instagram 然後就看到這個顏色我就問貴姐有沒有 她就說有一個 但我相信有一個 不是因為她多稀有 應該是她沒有預料到這個顏色不好賣 所以就第一個 所以我就想說OK 因為我喜歡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當妳被Chanel跟愛瑪士的價錢給下到過以後 妳就會覺得所有的包包都好便宜 因為它是特殊色好像如果經典色還不到三萬 然後這個是特殊色在三萬一之類的 然後這就外買了真的很輕鬆 很可愛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對啊 我覺得蠻可愛的 而且它上面是桃紅色 然後這樣橘色的漸層 漸層 欸它可以這樣子可以 對它就是可以長的或是手的 對它可以這樣唄 因為其實好多牌子有出那個 稍微厚重一點 我覺得它算蠻lady的 它比較輕巧一點點 對 而且它的這個層邊是比較薄的 對啊 我上次有買那個Celine的 結果買沒多久趕快賣給朋友 比較厚重 就是它有一點那個形狀就比較硬一點點 因為我朋友比我高 它背起來比我好看 妳也蠻高的啊 我158 妳就158 對 喔我以為妳大概還有165 沒有 我們站起來還不得了 好那我們一起站起來看看 你看 超過的超過的 然後這個我覺得很好吃 就是妳如果真的很怕Chanel的話 它有一個就是妳可以稍微 綁起來 可是這個好像也是 可以從旁邊偷啊 也是 自己綁安心的啦 綁安心的啦 綁安心的 但是它就是真的好適合度假 這個顏色 喔 因為它我也很喜歡上飛機杯 上面有時候有什麼 護照啊 什麼什麼資料 妳如果包包還要拉拉鍊 我覺得太麻煩 我就喜歡這種開開的 平安好拿 自己也好 平安好拿 就是看誰先拿到 看誰方便啦 對 對 妳方便我方便 這顆草包真的好美喔 對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下一顆我們來到了一個就是 欸 妳是不是很喜歡紫色啊 欸 欸 欸 妳真的沒發現 妳真的還穿紫色 這個是 欸 對耶 是嗎 我幫妳歸咧 我好像 對我好像蠻喜歡藍紫色的 欸對對對 妳這樣講 對啊 這個 蠻多年以前了 應該是 2012 13的時候 還是 2009去巴黎晚的時候買的 然後我那時候會買 所以我算破貴率 欸 因為數學不好真的是 買包包也怎麼可以 然後還看到賬單說 欸不對耶 好像快六萬 可是妳現在回想 就覺得還是便宜啊 對 因為現在自己給它破十萬 對啊 現在他們家隨便一個什麼WC 全部都十萬 超扯 欸 所以妳喜歡WC包包 老實說 因為妳今天 叫我帶一些就是可以分享 這個是裡面 就是我想到說 我比較有一點後悔 喔 為什麼 不是顏色也不是它的型 因為我很喜歡 常常換包包 那換包包 我只要皮夾丟到另外一個包包 我就可以背出門 可是換這個你就會很麻煩 什麼東西都要抽出來再重 喔 然後再加上它的背帶 我覺得有一點點長 即便我已經蠻高了喔 妳幾公分 我169 喔那很高耶 我還是覺得它有點長 我裡面還是有用的那個 調節 調節 用比較短一點 不然真的是 但出國我覺得可以 嗯 所以出國就是把皮夾都弄下來 之後你就出國就背一個包包 這樣子是OK 就把護照什麼放在裡面 對 然後手機也放得下 以前我會把這個歸類為廢包 但現在因為有更廢的包 以後我覺得這個超實用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看更廢的包 好 我們等一下先背給大家看 好嗎 這個我有調短所以也OK 對對對 不然正常我們應該到膝蓋了 超長對不對 對 這顏色好美喔 對啊我也覺得超好美 這相當也比較少這種顏色 對 蠻特別的 蠻美 我們看下一款 廢包來了 你看 相對之下 這個真的是廢 這蠻廢的耶 可是這個 我跟你講 這幾天是去年還是前年啊 然後他剛做的時候 我記得 我是跟代購買的 好像專櫃是五萬多 然後代購六萬 新年專櫃我上一次check的時候 已經七萬多 天啊 你肯定長了 就是長了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個 提把 超可愛 可是你是不是很多小廢包啊 對我很多 你是喜歡廢包的人對不對 我其實不喜歡耶 可是就是 因為人太矮了 會一直忍不住買一些廢包 我其實也不喜歡 但是你知道我就是很容易 腦波很弱 就身邊的人大大背 我就覺得 欸好像應該要買 怎麼大家都有我沒有 大家都在裝可愛 我也要裝可愛 對我也是這種人 就是很容易被環境所影響 或是朋友 是不是 對 有時候背一背那個來賓的包包 背一背就覺得 趕快我等一下要去買 對 好想要喔 真的好想要買喔 欸真的好可愛喔 他有出好多顏色 那個你沒有嗎 你沒有買 我沒有買這一顆 因為我當時那時候 在一陣子買很多 像他們那個什麼 耳機的 喔AirPod的 對AirPod的那種殼啊 那個也是超廢的 它只能裝 AirPod對不對 重點是我沒有AirPod 哈哈哈哈 你太幽默了 我把它背在身上當項鍊 你太幽默了 把它當成項鍊 好OK 因為那陣子買了太多類似的東西 後來那時候我就覺得 有點就是 幫棄它 而且很好笑 因為其實我買了 我有一點點小厚 我就覺得我根本用不到 那時候我身邊有個朋友 就是一直很記憶這個包 對 他就會說 欸哪天不要的時候跟我講 偏偏不賣 你知道人家在想說 我沒有那一天 我真的不要賣你 跟我一樣 因為像有時候 我們那個分享完包包的時候 然後有網友私訊 我說 Timi 你這什麼時候要賣 他不問你還搞不好 對 買就拿出來賣 人家真的太疑問 我說我要帶入棺材 對 怎麼會這樣 我們是那種病 因為覺得出去可能就拿不回來 對啊 是這樣 真的 下一顆包包你怎麼會買這個啊 欸我很喜歡欸 真的嗎 但我也算很少背它 因為我覺得這一年很流行白色的包 可是我是一個很髒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我超級不愛洗包包 所以我買了我也不太敢背它 但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黑白色很好看 然後再加上它其實放得下手機 手機放得下真的無敵欸 可以啦 沒有渴的話可以 沒有渴的話是可以 就是剛剛好放得下那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那可以 它不賺廢包我就買了 這不是最近買的吧 去年初吧 有點忘記了 所以你買包包 你都會去櫃上買嗎 還是都少代購 我大部分都在櫃上買 因為你知道去櫃上有一種氛圍 就可能你今天也沒有要買包包 然後你去他就拿了一個出來說 今天早上才到的 然後只有一個 你就會覺得 我要 對 很容易 因為代購算是貨都很齊 或者是你有求必應 你要什麼他們一定都端得出來 只要你多戶錢 對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沒什麼感覺 我就很喜歡去櫃上 然後你在看的時候 可能旁邊又有另外一組客人 就是一直在那邊看 然後就會有別的櫃姐來說 欸請問一下那個你們還要嗎 因為旁邊的小姐姐想要看一下 立刻買 我就卡就拿出來了 就不好意思喔 唉唷 我了解你這個感覺 所以我很容易在櫃上買 反而代購我就會很冷靜 因為我覺得 確定要你有那個錢拿出來 他就是會有東西 再考慮這樣就好 這個包包還沒可以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紅色不是很容易那個嗎 黃掉 他本來是白色 還知道已經黃掉了 你要不要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你是包包的主人欸 你滿希拉 因為我會出鏡 你看我頭不見了 真的 我是為了我 對啊我覺得很好看啊 好美喔 那就是白色的包包要很小心 因為像我很喜歡穿牛仔褲 就會很容易那個 磨到 那這次二二包你有買嗎 沒有 我一直覺得它好像落色袋喔 對不起 蠻像蠻像蠻像蠻 然後因為加上最近就是也比較沒有閒錢 買包包囉 就是自己安慰自己說 那麼多錢買垃圾袋這樣 每天去找那個圖 真的很像它各種顏色都有 每天送到垃圾袋 但它最近好像是不是有出毛妮款還是什麼 對 毛妮款那個 logo是彩色的 對 你有看到嗎 我有看到嗎 有 因為總沒有毛毛的垃圾袋了 對對對 你看我本來很討厭二二包 然後講一講 我就可以欸 等一下就去買 因為二二包是可以裝滿多東西 可是它的背帶就是金屬鏈 對是金屬鏈 還好 而且其實沒辦法背太重 因為背太重也不好看 對啊 你就會覺得你很像苦力欸 很像扛服裝濕袋 對 再來一顆包包 真的是經典欸 這個 對呀 欸這個你知道 我本來買這個我對它超無感 就是硬買 我跟我媽去巴黎 然後就是也是在專櫃 然後那個貴哥也是端個出來 就說你知道這個有多少人想要嗎 然後這個尺寸 然後又是魚子醬的皮 然後又黑色又金扣怎樣什麼的 因為那時候我稍微年輕一點 應該也是有小孩了 然後就覺得這個有點成熟吧 但是我媽在旁邊就是好像想要買單的意思 你知道嗎 然後想說欸 不知道要買的好啊 幹嘛不買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可能因為這幾年年紀就趕上了 我說欸貝貝也蠻好看 然後重點是因為小妞 現在這個超貴吧 超級貴 現在多少錢 20幾萬 我記得 因為我之前有看2.55的是27 這個我不曉得 應該是差不多 對應該也要 對啊 我那時候買好像是12還是4欸 對啊 既然包包我現在根本沒那麼貴啊 對啊 我就覺得哇賺到 所以我最近就很喜歡他 對不對 而且你這個真的如果 丟出二手市場的話 真的是秒殺 也還是秒殺 適刻秒殺 不要 不要賣啊 不要賣啊 真的我覺得經典卡好像真的是還不錯欸 我覺得買包包好像也不用擔心老輕 因為包包不會變年輕 可是你會變老啊 真的 你會被趕上包包了 你會追上 我覺得包包這種東西都比較急 有些人覺得 欸以前看他沒有很正眼 可是越看 覺得越順眼 耐看 而且看久了 因為他十年如一日 對啊 然後價格又越來越貴 而且我覺得魚子醬皮真的是蠻好 顧得蠻好貴 對 這個包包超美的 推薦給大家 可以買可以買 接下來是愛瑪士 其實你家裡面應該還有很多愛瑪士嗎 沒有啊 就是幾個代表小看而已 一個一個 買不起啦 現在真的是太貴了 所以說愛瑪士的包款裡面 其實你自己最喜歡哪一款包包 我最喜歡的我沒有帶來 Kelly我真的蠻喜歡的 因為他可以減肥嘛 然後也算是容量很大很好用 但是為什麼我會帶他 因為其實我每次帶他 我就覺得驕傲 很得意 這個包包很難買對不對 對然後他可能是剛出的時候 我剛好去歐洲玩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在布拉格 我就推著我小孩 然後很狼狽 因為下雨我就跟我媽跟我妹 然後我們只是去愛瑪士躲雨 我就進去就都摸希望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心裡是想要有一個 狐狸跟一個 Constant 然後我就問他有沒有這兩個包 他說都沒有 你是想要找什麼型 我說我想要這種 就是小小方方的包 問完之後我就說 那不然我先看一下鞋子 然後那個人就突然從樓下 他端了兩個橘盒子上來 就說我有找到你想要的那個形狀 然後打開給我看 我整個傻眼 我想說這個竟然是 可以這樣問就買到的嗎 他就一個是這個色 另外一個是什麼 威瑪全色 就是有一點灰色 一般人應該會比較喜歡那個顏色 可是他只配銀口 然後我就覺得小包好像這個顏色 比較適合 我那時候心中真的是 澎湃翻滾到不少 但是我要裝鎮定 然後不然要看出來 對 對 重點是我心裡想說 完了完了 我剛才在Chanel刷了兩個包 搞不好卡過不了 我還跟我妹就是拜託她 把她的卡給我刷 然後我就說 哇這個我要我要 然後她也很客氣 她說那妳還好要看別的吧 然後我就是臉皮很厚 就說不用不用 這個就很夠了 我就很開心了 所以我真的是 傳說中的零配我 然後重點是 那時候我記得算成台幣 大概是15萬 好煩 好煩 那時候一回來就是 但是代購翻馬上就是30幾啊 然後現在更貴耶 我有看到40幾 對 這個包包 對 我就是很愛 它確實也是蠻好用的 真的 而且顏色好美 它容量很大 這個小費包都可以裝進去 真的 包裝包 包先包的感覺都可以裝進去 你看很好吃 很好吃 你真的很幸運 對阿 你可以分享一下這個 有哪些杯棒 就是側杯嗎 對 然後你把它用長的話 先這樣好了 你這樣就可以 欸這跟我今天衣服蠻搭 對很搭 然後就可以後杯 欸我覺得高的人後杯很OK 應該很可愛 然後你也可以把 這個拆掉 然後變成是 繞在這邊的啦 就變成是腰包 腰包的感覺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把它拉長 然後 可能要再打幾個洞 就變成寫特杯這樣 哇這CP子好高 我頭一直在外面 還是我正直這樣 好好笑 這個包包還沒看過本尊呢 真的嗎 真的 你身邊很多朋友一定有吧 我朋友看過拿這個介紹過 喔真的喔 沒有看過拿這個包包 耶 第一顆 好可愛 對啊 好幸運看它本尊喔 我們看下一顆包包 下一顆包包 下一顆包包還是我們今天 最後一顆包包 是 下一顆包包 登登登登登 那我出場音樂 這什麼尺寸的啊 30 欸它是我第一個愛馬仕耶 人生第一個 對 但是我有點捨不得用它 可能因為它是我第一個 自己配貨配來的幫 這個是疫情前的時候 我開始配的 然後那時候包包沒有像現在那麼誇張 所以其實我也算幸運 我大概配了1比2吧 1比2就買到了 對啊 在台灣買到了 在台灣喔 然後還是這個顏色 這個size 算是蠻lucky的 欸你拿它算30會很大嗎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二五 可是我覺得二五的薄尖就沒有它的氣勢的感覺 我覺得要大一點點比較有它的帥氣的感覺 其實你拿也OK 真的嗎 我拿30都OK啦 我覺得是可以 因為我平常拿25的 那你二五你手穿的過去 可以我可以 因為你瘦 可是我朋友跟我身高差不多 會手穿過一點 對啊 因為二五的那個袋子就比較小 對 那如果可以就還OK了啦 因為我穿不過去 就真的就是要買單屬 對啊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錢包嗎 這是錢包嗎 對對對 有 喔可以啊 你有這個嗎 欸沒有這個 這個超好用欸 它是零錢夾 然後你看 為什麼好用就是 譬如說你零錢在裡面這樣亂亂的 對 然後它就是倒出來就是這樣 它會卡在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挑 譬如說你要什麼大小 啊這樣好棒喔 其實很好用 不然每次都要在裡面倒倒倒倒 對就是要包很久 然後因為這個是法國網站 還進廣國網站可以訂製 就可以上面有刻名字 然後有個小圖案 我覺得很可愛 好可愛喔 對啊 然後這個就是我 一開始是用它的長夾 對 因為它的長夾算是 長夾件裡面偏短的 就是很多廢包是可以 放進去 然後因為後來 就想說還是要有個短條 因為包就是越來越廢 就是越來越小 它也算蠻好裝的啦 然後鈔票也是不用折 這樣直接放進去 對啊 但是零錢的地方 我就比較捨不得 因為放了就是會變性 然後這個是那時候很紅的 什麼杏仁綠 然後我一支 沒有辦法擁有大包 然後就終於遇到一個 你是在櫃上買的 沒有這個就是代購 因為那顏色太難買了 比較漂亮的顏色 你真的很喜歡 就可以去找代購 那這些包包裡面 你剛剛有說 你人生買過比較後悔的精品包是什麼 就是那個 就是RBOC 就是RBOC 因為比較不符合你的需求 對就是要換很麻煩 那你接下來的目標 有想買什麼包包嗎 我想要一個白色的Lindy 好像很適合欸 對啊 可是我一開始就覺得 每個人好像入手都是Lindy 我就覺得 就是很大內心 就很不想跟大家一樣 可是看起來就覺得 它好像真的很十六 那你會買26公分還是買mini mini我可能不會 但是我一直在想26公分還是30公分 我卡關好久喔 因為我的身高就是比較感慨 就是通常大一點的我也可以 然後小的也OK 所以就會不小心太多選擇 那我們節目的最後 我們要請Lindy啊 就是推薦給我們一款 就是如果今天新手入門的話 你會推薦它哪一款包包 你會覺得 非常非常值得買的 新手有預算考量嗎 如果它今天超有錢的話 超有錢啊 對 超有錢 沒有預算考量 沒有預算考量 那 好難 那就都買啊都包了啊 還在那邊挑 沒有啦我覺得如果 這個啦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經典欸 就是 如果你現在覺得 你還很年輕 背有點老氣 就像我講的NIO 一天一定會 追想它 會追想它 然後就是它 我覺得算是休閒也OK喔 我本來想像覺得 它好像要比較正式一點 對 但是其實不會 就是像我胸部比較小 對 就是可以鞋扯 胸部大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你如果穿牛仔褲 我覺得是很帥氣的 是比你想像中的 還要更淡淡一點 對 然後因為它的皮 這叫什麼荔枝皮 或是魚子醬皮 我覺得算是很耐用 對它本身非常耐刮 喔我想起來 那個桂哥有跟我說 他們會把最好的皮 拿來做他們的COCO 或是2.55包 所以你看到一樣是像荔枝皮啊 它的這個皮的光澤 比其他系列的包包都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很值得買的 雖然現在真的還是有點貴 對 我在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因為其實蠻多新手 他們要入手這個包包 他們都會覺得這個包包 現在價錢太高 嗯 可是你們可以去 maybe去看一些二手 喔對啊 對 我覺得也不一定要包包 一定要買全新 喔我很同意這個 對 尤其是它是經典款 對 其實二手店的價格 其實不會像新品這麼貴 對 我有一個包 Constance 我就是買二手的 可是是朋友的 但是你看Constance 新的好像要快40了吧 對 然後因為我朋友賣他二手 所以我才賣 216 對啊 就像想很多 而且你背出去人家也不會知道 是別人背了變二手給你 還是你自己背成二手 對 你懂嗎 反正就是背啊 包包就是要背 對 我覺得就是這樣 那今天非常謝謝Lidia 來我們的節目 然後今天的哪一個包包 你最喜歡 或是今天影片有什麼樣的 可以留言在底下 讓我們知道啦 然後記得每週三 每週日我們都有新影片 我們今天謝謝Lidia 來上我們的明日的一次 謝謝Lidia Lidia是贈一個非常可愛的影片 謝謝 非常可愛的 很開心 好像有機會再來啦 沒錯 我會努力買新包包 對對對 努力買更多 OK交給我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我是全民 拜拜Lidia 拜拜